而就在今天晚间在高雄的部分呢 韩国瑜 还有这个侯友宜 卢秀燕 汉子 秃子 燕子呢 将会大合体在凤山大造市 三子呢要再次的合体 那么对于侯友宜来讲 当然要来在亲近南部的选民 希望呢能够跟大家来拔甘情 骂子骂子 那看得出来在韩国瑜的部分呢 他还是有实力的 还是有动员的 所以呢他当统估的地位很重要 所以就是回到刚刚我们的话题 这个蓝白河啊 为什么会有时候会卡住 现在传出另外一个声音 就是说啊 柯文哲呢 其实不想要跟侯佩 他想要跟韩国瑜佩 两个人可以凑在一起 这是柯文哲内心的心声吗 郭正亮就讲了 他说啊 其实这不是柯自己讲的 只是当时呢 郭正亮在跟柯在聊天的时候呢 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意见而已 只是提出了一个意见而已 所以呢 柯目前呢 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回应 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在国民党的部分呢 也有人讲了 那我们也来做另外一个柯佩好了 不过这个柯呢 并不是柯文哲 而是柯志恩 所以柯文哲呢 现在也被点名了 到底是要柯韩佩呢 还是要来柯柯佩呢 对此 柯志恩怎么讲的 他说那个柯不是柯建民吗 是柯志恩呢 我完全没有听过 那么柯志恩也讲了 他的一生呢 就是要站在韩 站在侯友仪的旁边 就站在侯友仪的旁边 另外呢 刚不是讲吗 说柯文哲 其实内心呢 是很想要跟韩国瑜搭档的 但有人觉得柯文哲 你这不就是在 蹭韩国瑜的热度 是在那个嘲笑韩国瑜吗 怎么讲 陈辉文翻了以前的历史 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呢 柯文哲还笑 说韩国瑜呢 没读什么书啊 实在是没水准 以他这种水准呢 最多最多就只能够当 北农的董事长 要当总统 不可能了 那现在反过来 说呢 希望能够找他呢 来当副总统 这不是太 既然太盛吗 是假装告稿吗 从原本的看不起人家 到蹭人家 就终于在转环去怎么样呢 对此 柯文哲他也有讲话了 他说他跟韩国瑜之间呢 就是有一定的友谊 朋友就是朋友 并不会因为你的立场 跟我不一样 而有所转变 柯文哲怎么讲 不需要抓住以前说过的 一句话来挑拨离间 跟韩国瑜的交情是好的 不过韩国瑜呢 也不是现在可以跳出来说支持 只是交情还是有 每个期段呢 有每个期段满满的惊奇 他认为最近的韩国瑜呢 进步很大 可能是因为这四年来 韩国瑜呢 大量的在读书 让他觉得 他的视野跟以前不一样了 从哪一段可以看呢 他们之前在谈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 让柯文哲吓了一跳 他认为韩国瑜的序业变得很广 代表他这几年都是有在念书的 好 那现在呢 是真的是让柯文哲 自己来去挑吗 挑自己的副手 跟挑自己的合作搭档吗 我非函不可 我不要侯 那侯真的像你讲的 这么不如你的意吗 不一定哦 不是这样子哦 时事评论员陈凤欣呢 他要为侯友宜来抱去 他强调 如果若是柯文哲这样想的话 那柯文哲就错了 因为侯友宜非常有实力 我最近跟韩国瑜见面也是 我蛮惊讶 我觉得他进步太大了 即四年前称赞韩国瑜 比你们想象更有料 柯文哲再赞韩国瑜超进化 一个很大的理由是 可能他这一段这四年来都在读书 他在跟我讲周美大事 你知道我吓一跳 我说哇你的视野怎么变得这么宽慌 突然夸起韩国瑜 因为再传柯文哲心中主义的副手人选 就是韩国瑜 不过前高雄新闻局长王潜秋就透露 韩国瑜看到这个消息 其实吓了一跳 我跟韩国瑜交情还是很好 不管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怎么样 朋友就是朋友 他有他的立场 我有我的立场我也知道 韩国瑜绝对不会 现在跳出来说我支持柯文哲 柯涵沛话不说死 柯一留下遐想空间 因为蓝白和卡关 双方副手都没有定案 就怕最后撕破脸 结果连自身的出牌节奏都被打乱 总不能到十一月十九号宣布说谈判破裂 然后一个花一个晚上去找副总统 这个一听就知道不可能 不过柯文哲理想的副手是谁 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露 柯文哲曾跟他透露是两位女性 一旁的侯友宜打枪 听到了是一男一女 是否就是担心柯文哲嘴上说合作 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 把侯友宜纳入副手考量 平常在聊天讲什么都有可能 这当然我们还是尊重公民党的意见 柯文哲若是正的 他要完全排除掉侯友宜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在思考这件事情 是有他不治的地方 他小看了侯友宜 在台湾基层 以及在蓝营族群当中 其实他有相当的一股势力 最快三十号蓝白政党协商 主席对主席 朱立伦柯文哲先谈侯科副手 也都没有先排给彼此保留后路 记者谢耀珍 蔡平鸿新北台湾报道 民进党要来抢攻年轻人的选票 现在传出 转去蹭一蹭体育界好了 把一些体育迷人 纳进来他们的立委不分区 目前传出来的名单 比较倾向的点名 像是有网球国手卢彦勋 职棒裁判刘伯军 另外民进党的立委 许志杰说他还想要再推荐一个人 那就是与求一姐 代资赢小代 这样的新闻曝光之后 当然网友立刻呈现两种看法 有人说很好啊 他们的加入可以帮助台湾的体育界 不断的再往前迈进一步 但有人说 不要去蹭他们了好吗 有网友这么写 说被民进党点名是种羞辱吧 还有别忘了 戴斯影还想要再打一次奥运 另外有人讲了 不要再乱蹭体育界好吗 请他们放过他 选举除了热闹 要来看花招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你到底 有没有实质的内容 这是最重要的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他端出了四大主张的住宅政见 对于对手赖清德被大学生批评 说他的能源跟住宅政策呢 每次都抬愿景 实在是太模糊了 侯友宜认为 学生的质疑是很合理的 你要说清楚 你到底该怎么做吗 否则你就像穿着国王的新衣一样 所以呢 侯友宜要赖清德讲一讲 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解决台湾电力短缺问题 新北的经验来快大到全国 悬栈进入倒数时刻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再抛住宅政见 一开始就先以新北为例 证明不是乱开选举支票 侯友宜端出住宅政见 里面四大主张 像是公宅多元六措施 育儿成家有宅住 炒房遏止 稳房价与都更升级 有保障 直言居住正义是国安议题 侯友宜主张成立中央住宅委员会 提出国家住宅计划之外 也要成立跨部会打草房小组 更接近新加坡经验 推出买房不买地的工地 地上全住宅 强调要让年轻朋友买得起房 针对有家庭育儿的爸妈侯友宜 也端出政策牛肉 住宅政见好好说清楚 因为就在前一天对手赖心得 才被学生质疑设宅能源政见 只谈愿景根本模糊不清 还有得过且过心态 让侯友宜很酸赖清德的政策 耐清德碰上能源的问题 其实学生就是有这样一个族意 所以这个族意也是合理的 所以耐清德就像国王的心意一样 意义就被倒破了 那请问2025 这些电疫和短期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 从居住政议到能源转型 全市选战交锋议题 端出的是牛肉还是画大饼 选民都在看 记者李渭和林伯瑞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